看看新闻网 他们之间的情路历程 也成为所有人关注的焦点 能让我毫无保留地爱上他的全部 下面有请出关心来自于 思忠职业室电视台记者也请关心 3 2 1 从刘宇宙遇到关心的那一刻 这段曲折坎坷的爱情故事 变拉起了序幕 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 不该让自己靠得太紧 怕我没什么能够给你 爱你也需要很大的勇气 谢谢 接下来这段话我会对全部观众负责 我认为这个世界上会有两个男人 不会建议你长得好不好看 不会让别的男人欺负你 为了你甚至会放弃他的生命 这两个男人除了你的爸爸就还有我 我给不了你全世界 但是我的世界全部给你 谢谢 我很感谢你下来 而且你身上真的有我喜欢的几乎90%的特质 真的 但是你知道我真的对异地恋没有信心 对我有这个自信 我可以到任何地方我都可以 我知道 但是我觉得你既然已经有了这么好的一个基础的话 你不应该把它放弃掉 真的 是吧 我们可以先从朋友做起好吗 没关系 谢谢 谢谢 虽然两人富有好感 但因为地域问题而无法牵手 遇到挫败的刘树 依然鼓足勇气 回到牌里 向关心再次表明心意 今天我写的牌子是我来征服你 你就那么自信 你今天能够把它给征服 没关系 其实粉身碎骨 我愿意尝一次 关系 就是我们录了那期节目之后 然后我妈妈给我打电话 她说如果有一个你自己心爱的女人 一定要努力去争取 如果这一次没有赶上与她同行 那可能下一站她就已经心有所属了 今天是我鼓起 也是很大的勇气 在情人节的前夕 来对你说这份话 我不注重结果 只注重过程 就是有个请求 跟我合唱一首歌 我觉得你都来了这儿 然后说这么真诚的一番话 虽然我唱歌是绵羊鹰 但是我觉得你这个请求 是一定要答应的 我愿意跟你合唱一首歌 那是第一次直到天长 第一次 我在水冷舞台上已经很久了 我是在质疑当中 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希望当中 还有一些猜疑当中 我一直走到了现在 我在水冷舞台上 有过坚持的人 有过执着的人 然后我今天在这里做一个决定 我愿意再去争取一次 在我来说 很重要的这种 这种感情 我如果最后一次还没有成功的话 我就退出水冷的舞台 这个舞台真的带给了我 太多的喜怒哀乐 虽然说要走了 我不是说特别舍不得 但是我特别想 亲一下这里 让我成长的地方 这份与世俱增的负面与坚持 终于让刘硕下定了决心 打算获福沉舟 毅然决然放弃谁能的舞台 回到百里做最后一次努力 我在微博上看到你说 可能 决定离开百里这个舞台 然后 我不知道 你是因为什么 有可能是因为 在你和我之间 可能发生过一些 我可能做到一些 特别伤害你的事情 所以说 如果是这样的话 今天我来到这里 我是以我最真诚的态度 来跟你道歉 你在微博上说 你说时光流转 你愿意惊艳一人的岁月 我希望 那个人 会是我 我也希望那个人 一定是我 从11月23号那一天开始 我专门问你准备了一个纯钱罐 每一天都没有间断过 每一天都是你 真的每一天 每一天都是你 他委托我们节目组 向关心转召他准备已久的礼物 一定不够失明 希望收到礼物的关心 能明白他的心意 为此 节目组特地来到苏州 将礼物交给关心 因为可能 我认识的他 也是在舞台上 其实我们两个 有太多不相同的地方 其实我有时候也在想 如果我们两个 不是在舞台上相遇 只是用一个 更正常一点的方式相遇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发展一段 比较好的感情 关心 通过节目 我已经知道 之前我来节目上找你时 想要交给你的储蓄罐 你已经收到了 为了在生活中 再给彼此一次机会 刘树想了很久 写下了一封电子邮件 与关心相约卢姑姑 去寻找他们爱情的答案 我会等你 我会等你 一直 等到你 其实我在一开始 收到刘树给我写的email 约我去丽江的时候 我是很犹豫的 他当初就是给了我 这个储蓄罐之后 其实我们俩也没有 很长的时间去好好交流 所以我就决定 我也要来到丽江 我觉得我们需要把一些事情 说清楚 我需要他给我一个答案 我也需要我自己 给自己一个答案 来鲁古湖是因为 我一直感觉鲁古湖 是一个非常神秘的地方 而且我也听到一些传说 来到鲁古湖的情侣 可能都会受到祝福 或者眷顾 而且来到鲁古湖的路程 也的确很艰辛 我们俩经历过 千辛万苦的来到这里 如果最后我们 真的走到一起的话 对于我们来说 这段感情真的是 一笔很宝贵的才能 关心 你在哪儿 我只会有答案 只有天知道 我有多么爱你 现在他就在哪儿 不想听到 我只会知道 她可能不知 不知 也很早 在哪儿 我只会在哪儿 在哪儿 会在哪儿 在哪儿 肯定 你在哪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就像刘硕自己说的 经过这一路的泥泞与崎岖 她说关系的爱情 会是她们人生最宝贵的台队 因为在这个舞台上 毕竟会受到关注 也会受到很多的流言蜚语 就是有很多一些传闻 非常不实的传闻 然后可能我们也太年轻 就是听过这个传闻的时候 心会比较急 气息也会比较大 我们有时候甚至不会去 跟对方确认 就会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 你为什么要那样 有一些判断 都是妄加在对方身上的 但是谁都不说 误会就越来越深 越来越深 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 说开了也就好了 就像关系跟我说的 那段VCR里面 她说不在这个舞台上 如果说在生活中 我们会不会走到一起 所以说我肯定是不会放弃 舞台上或者生活中的 一点点去争取 自己幸福的机会 所以说功夫不负有心人 是的 对 在这个舞台上 可以给你很多荣耀 很多的光环 但是我们真正的归宿 不是这个舞台 而是一个人 我觉得其实 不管怎么说 我们来这个舞台的目的 只是为了找一个人 现在我就找到了 今天我还特别的说 刘寿卫的关心 他其实已经辞掉了 北京的工作 到了上海 对 到了上海 关心工作有变化吗 我现在也到上海来发展了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 我们两个人同时在打拼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好 对 功夫呢 好 祝福的掌声别你了 时隔近半年 这一对百里感情史上 情路最曲折 最纠结的情侣 情况如何呢 将来两个人 会有怎样的打算呢 精彩爆料 广告之后 立刻为您揭晓 彭源祥 中国奥委会赞助上 杨杨杨 一星掌心 国际连锁 源自韩国 耶斯特尔 一星掌心 你就是明星 全方位浮动T恤 飞科T恤刀 太极极之堂江 消炎至科快 咳嗽 请用极极堂江 太极集团 有时更靠近 有时更远 幸福 总喜欢玩 躲躲闪闪的游戏 要走过多少路 才能遇上那个 唯一的你 用心追寻 原来就在这里 谁能百里挑一 相爱才是唯一 周六晚九点二十 佳杰市 谁能百里挑一 就在东方卫视 谁能百里挑一 由佳杰市 独家冠名播出 由自然堂 联合赞助播出 五千年文明传奇 东方运味 历久迷信 创造改变世界 世界因我而不同 四特东方云 东方卫视 战略合作火盘 年轻人 肩膀要没有 投屑困扰 才能专注表战 新海飞斯 男士专用 纵迷信 激发三重气线力量 深入 快速 持久气线 新生代 男士气线 当然百飞斯 飞科体恤刀 全方位浮动体恤 三环红面刀网 全身水洗 飞科体恤刀 新海飞斯 洛老师好 洛老师好 二位好啊 甜美的组合 好久不见 就回来了 跟你们不见面 就是不到半年 几个月的时间 差不多 差不多 对 当时节目里面 你们俩的那种 彼此的表情 看彼此的眼神 我们到现在还记得 多多少少有那么一点点的 心色 羞涩和感动 今天好像自如多了 像妮林姐说 时间可能慢慢久了 我就觉得 发现她身上有一个优点 就是耐心变好了 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一件事情 因为毕竟 谈恋爱 在一起久了 需要包容 需要包含 所以她耐心变好了 是让我觉得很惊喜 你说的就是 她包容已更多了 对 说明刘硕 第一方面 她自己在承行 成熟的这个 一般都是温和和理性 另外一方面 也足以说明 关心是比较温润 只有温润的人 才可以把一个 火爆脾气的人 给浸泡得温润 如果说 想要继续的 很好的 想走得更远 就必须有一个人 要为对方做出改变 然后我们俩都是 心甘情愿地 为对方付出一切的 心甘情愿 这个词用得好 只有心甘情愿 才会不觉得苦 如果你觉得 好像是我刻意的 那总有一天 会觉得 赢人的 会爆发的 一定要是心甘情愿 那刘硕是绝对 关心身上有在写改变 好多的 我觉得 关心不需要改变 水王王的眼睛 看一看他 我刘硕立刻心软 是的 因为如果要 说不好的话 方便面容易 规的太多 没有 没有 开玩笑 他跟我在一起 就可能 也越来越这个了 越来越二了 那好 那是好事 真的 而且其实 罗老师你发现吧 也有观众这样反应 就是我们白里挑一女演 谁能白里挑一千首的 男女嘉宾啊 看上去都是帅哥 和美女组合 在观众觉得 杨演的同时 也有疑问 说这样的男孩女孩 都特别好别人 彼此会有不安全感 你们彼此会有 那种安全感和担心吗 其实我还会有 还会有 对 因为毕竟 就是从节目上下来以后 一路走来 就是身边杀出了 好多的墙 对啊 那虽然说最后 还是被我收了 但是还是会有一点 不安全感 因为毕竟 实在那个高度 其实我觉得就是 在感情里面 付出比接受更重要 当你付出的到一定量了 然后对方看到你的付出 就会觉得安心 就会觉得 这个人是属于我的 就会 双方都会加强安全感 因为安全感 不能说是别人给予你 而是你自己拿到的 对 两个人虽然说 在一起半年多的时间 但是你看 已经有这种交往的 这种领悟的 一种深刻的道理了 今天还有一个小礼物 因为录节目很累 然后有时候想表演一个节目 来娱乐一下 尼玲老师和洛老师 真的 对 还有娱乐 没有没有 不是一个节目 是因为我也来上海了 很久了 然后我是跟着那个 导演学了一句上海话 然后就是那个 就是一直我就是在娱乐他们 就是因为我感觉我说的 不是特别的标准 我只学会了一句 叫 我反正上海话 没客气 安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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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学这句话 没有 因为他只会说 这一句上海话 然后他就是那个 出去跟人打招呼 也是用这句话 然后夸人家漂亮 也是用这句话 然后还价 也是用这句话 我又成为了一个笑话 经典的笑话 对 唯一学会的一句上海话 再说一遍 来 全部连贯进来 然后这边 妈就刚一刚 谢谢 谢谢 但是我觉得 真的不管怎么说 回忆之前 你们在罗公湖的那段时间 两个人眼睛里 都有点忧郁 也有点不确定 但我发现 现在眼神很坚定 这是半年来 你们第一次给予对方 对 暂定很 希望你们接下去 一路更加坚定 等下去 好吗 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们 拜拜 拜拜 新年快乐 谢谢 安特别怎么表达一个 就在念的意思 每一次看到男女嘉宾 动人的真情实刻的时候 跟洛老师也特别地感动 那么2013年呢 还有一年 我不知道在这舞台上 是不是还有很多 精彩跟奇迹会诞生呢 现在来看一下 今天给我们发来 微博和短信互动的观众 谁可以获得帅康小初宝 来滚动起来 恭喜这位朋友 一专业呢 白领调音节目 也播出这么三年了 三年来 为了答谢 喜欢我们的观众 我们节目也不停地 做着调整 那2013年度呢 节目将继续 以真诚的这个心态 给大家送上一些 微妙的变化 看似很微妙的变化 其实也是容纳了 一些高科技手段 没错 所以呢 你别看到 我们这个景发生的改变 还增加了一些 非常有趣味的环境 那究竟是什么样的 音乐变化呢 保密吧 好 那想知道的话 我们别忘记看我们节目